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只要七位再跟你們好辣醫師團 有些病症好嚇人 發作起來讓旁人退避三社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帶你了解這些 看似可怕的驚人疾病喔 三位一人 又有遇過哪些狀況呢 民眾對醫學知識 常常是一知半解 碰到生病的時候 心裡更是驚慌 常常在醫師講解的時候 民眾有聽 也聽不懂他要講什麼 到底會弄出哪些問題來呢 天啊 這些疾病聽起來好嚇人 我那一天門診 來了一個很莊嚴的師傅 大概六十幾歲 他應該是德高望重 因為旁邊跟著那個徒弟 都穿著袈裟 比主任開高跟的 對… 然後我來四五個 然後我是叫他們說 大概最多兩個進來診間 師傅就是說他沒有糖尿病 沒有高血壓 平常生活都很規律 可是半年前開始覺得很奇怪 那個走快一點就會 而且那個出現一點頭暈 然後臉色也不大好 開始出現手麻腳麻 他覺得說大概休息一下就好 可是最近他太多人跟他講 包括他一些信徒 一些徒弟都想 師傅臉色好差 師傅你要去看病 就是說 而且他覺得說他只要打坐 講經久一點這樣 站起來就會一陣暈眩 而且那個手麻腳麻更嚴重了 我那時候看一下腳有點水腫 然後看整個臉是蒼白的 我當心他是那些腎臟的問題 所以就整個幫他抽血抽了一遍 下禮拜回診 還是一堆一堆人過來 來的時候 他可能是那個西服 我就把報告電腦點開 我看到他所有的眼神都看著我 等到他看那個報告 然後我就先講好 都說還好腎功能沒問題 腎臟是正常小便也沒問題 沒有蛋白那樣 那可是我看到一個紅字 貧血蠻嚴重的 他血色素大概10.0 正常大概 男生大概14到17左右 然後我就再往下看 其實醫師都會往下看 看那個血球是大還是小 如果那種小血球的貧血 最常見什麼缺鐵貧血 地中海貧血 可是那個師傅是大血球貧血 那大血球貧血 最常見在吃素的人 像一些維生素B12缺乏 馬葉酸這個都會造成 那叫惡性貧血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我馬上大概知道答案 那我就跟師傅解釋 就說 不要給你們看 我剛剛說是 我說不是那種常見的 我覺得我講錯了 我說不是常見的那種 小血球的那種 地中海貧血缺鐵貧血 是惡性貧血 聽到惡性兩個字 惡性貧血的時候 可能所有的大弟子 那惡性貧血是不是要做化療 要不要做骨髓因子 然後一個時候 對 如果要捐骨髓 我願意捐給師傅 就一個徒弟一個徒弟就講 那我說說惡性貧血 事實上只是維生素B群 尤其B12或葉酸缺乏 只要補完之後 其實很快就康復了 如果一般像出家人不吃肉 他要怎麼去補充他的血 其實我們剛剛講 維生素B群 其實在哪邊 如果不吃肉的社群 你可以從那些 現在應該還滿多人吃素的 因為堅果 堅果豆腐類的 其實它礦物質含量比較豐富 或是一些海菜類 深綠色蔬菜 其實V群含量都很豐富 那事實上 如果說它沒有淡奶素 可以吃一些牛奶 碰過很多師傅 他吃一些稀飯 什麼精緻白米的 那吃麵條 或吃一些素基素 這是加工的豆製品 其實這對身體非常不好 其實我們還是建議說要一些 即使是吃素 還是均衡攝取 那吃原始的食物 譬如說你可以吃豆腐 就吃板豆腐 不要吃那些什麼芙蓉豆腐 什麼加工的那些豆腐 事實上是不好 還是要均衡攝取 所以說假的 安格斯牛排 這樣也不行 對 假的假不 其實素肥 對 其實素雞 什麼素鴨 素牛排 那些其實都是把那個豆加工 加了很多一些食品添加物 所以一般的 如果沒吃素的 當然就補充牛肉 內臟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對 因為現在那個 其實小朋友有芒場眼的比率還滿高的 之前半夜我值班的時候 就有個六歲小朋友就芒場眼 半夜兩點多就進去開 開完之後一開進去 真的是裡面那個芒場眼 發炎得滿厲害 還有一點化膿 不過還好 因為送來得快 其實稍微吸一吸 很快就開完了 只是在開的時候 我們會順便檢查一下 旁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外科醫師的習慣就是 除了標的屋之外 附近能看的地方 也會稍微跟他巡一下 不巡他 一巡就看到他小場 有一個東西鼓起來 大概三公分鼓出來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一看到 我一看到那個鼓起來的地方 裡面有點發炎 那對我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事情 這個就叫做 就是一個氣勢人 它是一個先天發育的異常 其實大概百分之的人都有 只是大部分人都不會有症狀 那這個小弟弟其實 他這次來也不是因為這個 理論上我是不會理他的 但是因為 就已經開進去了 而且我看他又有點變怪 對我來講只是順便 我只是剪掉縫起來 對我來講可能30秒就結束了 但是我不能夠直接做 我還是要去跟家族解釋 我才能做 所以我就走出去 跟爸爸來講說 那個弟弟 那個盲腸炎 我們已經處理完了 真的很嚴重 不過我們洗乾淨 沒有問題 但是剛才不小心 發現他小腸有個凸起 是一個 媽媽聽到先天異常 馬上倒你 把他哄倒 好 他爸爸手很快 然後就把他這樣扶著 然後一直看我 也沒看到媽媽就一直看我 先天異常 我兒子先天異常 我說 但是很簡單 我已經處理完了 還好沒有加基因 我就說 因為有這幾次的經驗之後 我都會發現說 以後就是有這種類似的情況 我都會跟他講說 但是我不小心發現一個問題 但是那個問題 很簡單 很簡單處理 是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先把很簡單 或是良性惡性 講在前面 講話一定要有技巧 不然那個父母親有時候一聽到 都還沒聽到後面 就倒地了 我就有一個病人 因為查了網路的資訊 但是因為查錯了 她反而造成恐慌 她是一個30歲的女性 她手上這邊長了一個腫瘤 已經一段時間了 只是這一兩個月以來 開始越來越大 而且會疼痛 然後來到我的門診以後 我就幫她做了一個X光片 看起來沒有影響到骨頭 所以我就跟她說 這可能是良性的 巨大細胞瘤 或者是 健康當中之類的 她當下聽的時候 其實她也 不是很在意 就覺得 反正是良性的 然後我們就跟她約 一個禮拜以後回來手術 舉步麻醉就可以了 然後縫完回去 之後拆線就好了 她也都OK 但是下一次回來 到我的門診 要手術的時候 一般來講我們手術的時候 我們見面的時候 她其實已經躺在 那個手術台上 要準備要手術了 可是那一天 她就跟我們的護理師說 我必須還要再見見陳醫師 而且我過去那個會談室的時候 看到她 她就跟我說 這個為什麼不用做核子共振 不用再多做一些檢查 舉步麻醉就可以嗎 會不會復發 會不會肺部轉移 然後我一聽就灑住了 而且她邊講就邊哭 後來哭倒在她媽媽身上 我想說怎麼會這麼嚴重 爸媽眼睛都紅了 然後我一問說 妳是怎麼了 怎麼會問這些問題 她就說我上網去查 查到了巨大細胞瘤 但是它是在骨頭的 查的其實是骨頭的 骨頭的就必須要把一些 這些腫瘤拿掉 而且真的會有她說的症狀 我跟她說我們做的是手指的 這種的是 是肌腱的巨大細胞瘤 所以跟骨頭的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 她這個只要切除掉 雖然有復發的機率 但切除掉之後縫合 接下來就拆線觀察 這樣就可以 她聽了以後就眼淚擦開 躺在那個手術台 像我女兒之前在去年 她也是腳踝很痛 然後她三月 她已經復發三次 那一開始我第一次 她就腳很腫啊 然後我就帶去掛大音樂的 兒童骨科 也照了X光 超音波都知道她就說 這個就腳扭到了 沒什麼事 我說小孩子腳不是很難會扭到 她說也是有 一個禮拜就好 她說真的一個禮拜就好了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次復發 第一次發作的時候 我就沒想什麼 第二次也沒想什麼 因為她說跟我講 一個禮拜也會好 真的又好了 是到第三次的時候 她不只腫起來 她還發燒了 以媽媽直覺就覺得 應該沒有那麼單純 然後我就去小兒科的感染科去掛 先抽血啊 先做住院啊 然後結果我確定 就是 骨髓炎 對 然後那時候我聽到想 聽到骨髓兩個字 就倒退上去 對 骨髓炎真的很害怕 比較好嚴重 因為她就說 可能她猜測是卡件苗引起的 打卡件苗 可是卡件苗是出生 一個月就打了 可是她那時候 等於是快兩歲 才復發 妳隔那麼久 對 因為之後她才解釋 因為我那時候 我心情其實有一點點 不太能接受 因為我覺得說怎麼可能這麼久 然後才會 對 就是這個 很腫 很腫 這是手術完了 然後 那她手術在做什麼 青創 青創 對 因為她還要照MRI 那時候我會說 一個小孩要照MRI 幹什麼要這麼誇張這樣 她說因為確定她是骨髓炎 可是你還是等要 要看一下範圍 對 然後 因為她很緊急 然後就已經又在幫 我又在住院 又去做開刀手術 因為她要去切片 然後要取一點點 要去做化驗 要看是不是確定是卡建苗的關係 然後結果 我根本還 就還沒有見過那個醫生 結果出來 她就跟我講說 那個 那個 你女兒就是 骨髓都吃掉滿多的 會吃掉 你知道我聽到 我聽起來很嚇人 可是她講得比較很平常 你知道嗎 她是之後冷 她會吸那個骨髓 然後我就 你說奧門古堡是不是 麻料雞 奧門古堡 有一些雞 奧門古堡 還滿好吃的 大骨湯 有骨氣 對 我聽到真的是 我真的是 有一點快昏倒那種感覺 就過來了 然後結果她 我就說那這樣怎麼辦 她以後怎麼辦 她說不用擔心 會再長回來 我說會喔 那以後還會再吃嗎 對啊 她就是不會 她就是現在就是要吃藥 因為她要幫她清創 她就說 因為她都是發濃 對 那誰在吃她的細菌 細菌 就是那個 卡線鳥 對 正式就是 對 那你如果再長回來 那個菌沒消滅 不是在吃 所以你要吃藥 可是她每次清創 就要盡量清乾淨 對 清乾淨 就把細菌消滅 而且這個藥要吃非常久 九個月到一年 因為它是骨頭的東西 卡線鳥的菌命那麼硬 而且它因為它這個菌很弱 所以它才侵蝕得很慢 所以它才會造成你 快要兩歲的時候 才發作 非常非常少見 這可能幾百萬分之一吧 對 我們疫苗 要嘛就是死掉的病毒 或者是一些 減弱的病毒打進去 或是一些減弱的細菌打進去 當你用一些減弱的細菌 打進去的時候 再有一些人 它就是會造成一些病發症 就好像你把細菌 打進去的意思一樣 雖然是減弱的 它還是傳留在你的 跑道的骨頭裡面 躲起來了 然後可能它出生的時候打 結果兩歲的時候 剛好就骨髓炎 可是骨髓炎真的很討厭 我們像我們一般 大人常見到骨髓炎 大人都是發生 你現在又要嚇我嗎 沒有沒有 我說你那個還好 因為小朋友的恢復力真的很強 那個大人那個骨髓炎 有些人談到 大人也會 大人會 它可能是一個骨折過後 它繼續釘鋼板有沒有 釘完之後 那裡面慢性的發炎 因為在裡面嘛 很討厭它有時候 所以這個不是卡戒苗 它不是 大人的常常是因為受傷 開放性骨折 本來就很髒 看完到之後 釘完之後 裡面就產生一些骨髓炎 它可能兩個 有時候要開刀五月次 一直清 對啊 常常都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骨髓炎 就是常常進去要清 因為它又不能一次挖得 太光光 它不行 它還要留一些給你 讓它長回來 總不能一次挖光光吧 這樣也不行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至於這邊 一 abuses 炎